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巨大影响,在宋代时,唐就已经成了东南海外诸国对中国的代称,立宋,袁志明,外国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质称之为唐,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,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。 中国人的历史情结很深,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强盛的朝代,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往往称自己是唐人,他们聚居的地方便称为唐人街,唐人街最早叫大唐街。 1673年,纳兰姓德路水亭杂志,日本唐时是有人往比,而居留者未知大唐街,今且常识离异,1875年,张德仪在欧美《环游记》中称,唐人街为唐人城,西通英语。 英语称唐人街为Chile Town,唐人街的历史比英语名称Chile Town要早几个世纪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